爭議話題之後 來看到爭議人物行政院前發言人 丁一鳴 因為失言風波 被提告 二十九號到臺北市中正一分局 來做筆錄 他不但能直接把車開進了分局 派出所離開前呢 還有兩臺車 疑似想要移開 移開媒體 其中一臺車呢 裡頭甚至還坐著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長 分局長呢 事後解釋說是為了參加公計 才會急忙離開 但是分局長當下沒有及時澄清自己的身份 員警又急忙地收這個紅龍柱 一連串不尋常的舉動 也讓護航疑雲越野越烈 紅色小轎車緩緩右轉 直接進到臺北市中正一分局 地下室停車場 但車上的人卻是來應訓的 行政院前發言人丁一鳴 答非所問 讓疑點越來越多 二十九號下午 大批媒體在門口守候 接連兩臺車離開 讓人誤以為車上就是丁一鳴 但直到晚間 中正一分局才澄清 其中一臺車上是分局長陳明志本人 四點五十才出門 有一個二兵有一個攻擊 絕對沒有刻意說 哎呀 分局長的這臺坐車是當作在丁的車 陳明志解釋是因為時間緊迫趕場 才沒有及時澄清車上並沒有丁一鳴 絕對不是刻意拖延 陳明志強調是遠景的危安判斷 雖然不是他下的決定 但身為長官 蓋誇承受 希望能夠讓護航風波就此停歇 華視新聞 林志淳 蒲心宇 台北報導